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入秋之后,板栗开始大量上市了 板栗的做法非常多 但是板栗的外壳也是比较厚的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该怎么快速的给板栗去壳 直接买现成续好皮的板栗仁也比较贵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轻松拨板栗的小技巧 板栗各个自动开花,10秒钟拨一个 方法简单好用 一起来看看吧 从市场上购买回来的板栗 外表会有很多的绒毛和很多脏东西 我们要将这些表面的杂质给清洗干净 食用盐有杀菌的作用 加入食盐可以很有效的 将板栗表皮的一些脏东西给清洗干净 如果说发现绒毛特别的多 朋友们也可以加入适量的面粉 因为面粉有吸附的一个作用 清洗板栗也是特别有效果的 我们把清洗干净的板栗递干水分 接下来我们需要给板栗开个小口 用刀在板栗突出来的一面横着切一刀 竖着再切一刀 划个石子花刀 这种方法是特别方便的 几秒钟就可以划一个 但是大家在操作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切到手哦 大家也可以选择用锋利一点的剪刀 也是非常的方便 开好口的板栗 我们将它依次铺在蒸屉的上面 一定是开口的位置朝上 全部放好热水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大火蒸五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根据家里人数准备适量的大米 加入清水把大米淘洗干净 大米我们只需要淘洗两遍就可以了 以免大米的营养流失掉 然后把脏水倒掉 把米饭倒进电饭锅中 将它铺平准 先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块漂亮的五花肉 把它改到切成厚片 再改到切成小块 切好的五花肉先装入盘中备用 再来几多洗干净的香菇 我们先切成处一点的条 再切成香菇丁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孩子喜欢吃的胡萝卜 斜刀切人厚片 再切人条 最后切成胡萝卜丁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时间到了 我们来看看 哇 真好看 哥哥开口 现在出锅 放置不烫手之后 就可以去壳啦 现在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包掉板栗的外壳啦 非常的轻松 一点不伤手 有些包出来以后 大家会发现有黑点重铸等情况 就算是新鲜的板栗 也不可避免的会有 板栗包出来以后 看哪里坏掉了 可以切掉 不要整个都扔了 重铸不等于发霉 坏掉的部分切掉 其余地方还是可以吃的 别浪费好食材 这样包下来的板栗 也可以用来炖汤 或者可以二次加工 做成其他的小吃 包皮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这样处理好的板栗 还可以放进冰箱里冷冻保存 下次再用来 制作成其他的美食 也是很不错的 现在先把剥好的板栗 放在一边 现在锅中加入一点点食用油 油热之后 我们把五花肉放进来 用中小火 慢慢把五花肉的油脂煸炒出来 把五花肉炒香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请您点赞 转发鼓励支持一下哦 每个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你们 像这样五花肉表面金黄 就可以先出锅了 现在利用锅中的油 下入一些冰糖 用小火慢慢炒出糖色 炒糖色千万不能用大火 不然炒出来有苦味 炒成像这样的焦糖色之后 我们把五花肉放进来 还有板栗 翻炒均匀 十五花肉和板栗 都均匀地裹上糖液 这个过程都不能开大火 否则有苦味 煎热放入胡萝卜丁 香菇丁 翻炒均匀 两分钟后 我们加入烧开的热水 现在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的蚝油 一点生抽 一勺食盐 少许的老抽调色 搅拌均匀 然后用中小火慢慢地焖煮十分钟 使所有的食材都均匀地入味 现在就可以闻到浓浓的香味了 我已经馋得不行了 时间到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放在大米的上面 这个时候不要偷懒 一定要一勺一勺的铺平 保证大米在最下面一层 这样才能够保证大米焖饭的入味 里面的汤汁要加进来 然后放进电饭锅 盖上盖子 正常的按煮饭模式就可以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看看 香烹烹的味道扑鼻而来 实在是太诱人了 现在我们把米饭和上面的食材 全部都混合搅拌均匀 这样一道红烧板里焖饭就做好了 我们把它盛入碗中 用勺子压平准 再用一个盘子倒壳过来 取下小碗 然后就可以开吃了 板栗软糯可口 五花肉肥而不腻 米饭夹夹着浓浓的汤汁香味 非常的可口 现在刚好是吃板栗的季节 喜欢吃板栗的朋友 可以试试哦 以上播板里的方法 大家都学会了吗 记得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哦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